漂亮的二次元女孩倒在了一堆假日模特里 鲜艳的多巴胺配色 让她在灰暗的色调下尤其鲜艳 纽约警方很快赶到现场 这是一起很明显的弃尸案 凶手撬掉了门锁 将尸体丢弃在了这里 女士的额头上有个弹孔 她是死于近距离枪击 从适当的程度推测 死亡时间不超过五个小时 谈话间 March的电话突然响个不停 原来又到了熟悉的三点三十三分 那个骚扰狂又照常打来电话 麦叔挂了电话 继续研究尸体 女孩的手腕被橡胶管捆绑 脖梗上有几道干净利落的割痕 警方在尸体旁 发现了一个打扮精致的小人偶 在被破坏的大门上 提取到了一枚指纹 厌室房内 老法又熟练地为女士卸妆 脱下假发 取下红色的隐形眼镜 冲洗干净之后 从她的皮肤里 取出了好几根蛋白线和一枚填充物 女孩近期做了不少微诊 像是线雕啦 激光啦 兴霉啦 勃梗的几道伤口 由手术刀造成 不过这些伤口与医美无关 更像是凶手折磨她是留下的 此外 老法也还在其中一处伤口 发现了一只皮虫 由于虫子还没有吸保血 推测这东西 刚怕死者身上不久 女士死于一颗 点四五口径的子弹 独特的弹线痕迹 意味着凶手装了消身器 凶手捆绑她 折磨她 最后又用带着消身器的手枪截裹了她 种种手法 都似乎是职业杀手所为 那么凶手究竟想从她的嘴里 逼问出什么呢 丹妮将女士的形象输入了数据库 却弹出了一个游戏人物 这是某个虚拟社交游戏里的玩家 名叫维纳斯 为什么她打扮得和游戏里一模一样 难道她就是这个账号的主人吗 现场找到的指纹 在数据库中没有找到匹配记录 而那个小人偶身上 也没有找到生物痕迹 不过她的衣服上写着强尼这个名字 丹妮联系了游戏的开发者 得到了死者的名字 原来她叫做谢利 据了解 死者单身 为人孤僻 不喜欢社交 所以她在游戏中创建了维纳斯这个形象 在虚拟世界里成了大网红 她甚至还在游戏里 找了一个叫做堂恒的男友 两个见光死 在游戏里聊了好几个月 就在昨晚 他们还约定好在现实里碰一碰 界面地点 就在案发现场隔壁的俱乐部 原来死者谢利是为了见网友 才跑去做了医美 还把自己打扮成了游戏里的样子 而她游戏中的男友 真名就叫做强尼 原来死者身边的人偶 就是她缩小版的男友 难道是强尼面积是杀了她 可强尼早在两个月前就搬家了 就连信用卡也过期了 警方根本找不到她 于是曼叔提议 不如去游戏里找强尼亲自聊聊 曼叔四十好几的年纪 更年轻人的代沟大了去了 他在亚当的指导下注册了账号 给自己弄了一套酷炫的形象 这游戏里什么奇奇怪怪的人都有 乍一看 曼叔的形象就显得有点老套了 另一边 林塞在那只皮虫里化验出了莱姆病毒 可死者并没有感染病毒 这意味着这只皮虫 可能是凶手传染给死者的 并且凶手可能患有莱姆关节炎 只有经常待在丛林里的人 才会沾染到皮虫 进而感染到这种病 莫非凶手是个猎人 与此同时 在大厅里发呆几个小时的曼叔 终于等来了一只兔子 兔子宣称自己知道强尼在哪 只要6000游戏币 他就为曼叔带路 6000游戏币相当于20美金 曼叔付钱之后 兔子就带着他传送到了香格里拉之城 曼叔在这里赚了几拳 真的遇见了强尼 可还未开口 强尼就扭头飞走了 关键时刻 还是亚当有经验 他给曼叔的账号编了个信 换成了一个大兄妹 这一招果然奏效 强尼见辣妹品一惊人 当即饶有兴趣的陪曼叔手牵手一起散步 亚当也抓紧时间 定位到了强尼的位置 他正在第七大道的一家电玩店 事不宜迟 弗拉克当即带人赶到了这里 强尼见来人是警察 吓得撒腿就跑 强尼承认与死者谢力正在网练 与游戏中的花花公子形象不同 现实中的强尼双手发抖 视力模糊 说话大喘气 似乎有什么大病 麦叔已经连续一个月没有睡过好觉了 女友放不下英国的亲人 麦叔放不下纽约的事业 于是不久前 佩敦寄来了分手信 麦叔甚至买了去英国的机票 试图挽回这段感情 失恋的伤痛 加上每天凌晨的骚扰电话 早已让他疲惫不堪 言归正传 强尼接着说道 死者身边的人偶 是他亲手制作并寄给死者的 他和死者的感情很好 可乔尼患有急性多发性硬化症 无药可疑 他不想耽误这么好的姑娘 于是昨晚并没有赴约 只有在游戏里 他才能像个健康人一般 不会遭受任何歧视 可如果他没有见过谢力 为什么要逃跑呢 原来乔尼前不久 在黑市上买了一把枪 想找个时间结果自己 他以为警察是为了那把枪而来 听说谢力死了 乔尼直呼不可能 因为就在刚刚 死者还在游戏里跟他聊天来着 这就奇怪了 为什么会有人登录一个死人的账号呢 小黑为乔尼的手枪做了弹刀测试 确认与杀死谢力的子弹并不相符 并且他的指纹 也与现成的指纹不匹配 这意味着乔尼是无辜的 乔尼说 就在几个小时前 他还在永恒之城见过死者 于是麦叔再次登录游戏 来到了永恒之城 头上两朵花的城主 带着麦叔传送到了格斗场 原来麦叔必须要完成一场格斗 只有最后的赢家 才能得到永恒之城的入场券 麦叔一下子梦了逼 他只会打架 不会打游戏啊 话说这游戏的帧数有点低啊 对手一个个卡得跟帕金森似的 关键时刻 萌萌的亚当主动请营 他的操控技术 在整个纽约城可谓数一数二 于是亚当名正言顺 用工作时间打游戏 还是剧目 就问你遛不遛 只见他手持长枪短剑 一套连招加漂亮的走位 轻松拿下两名对手 如同小到切黄油 多起人脑袋来丝滑无比 一直扛到了最终Boss 亚当原地运气 好深的内力 一道金光从他的气门飞出 Boss瞬间被秒得扎得不深 干得好 平时上班没少摸语吧 亚当为卖数赢得了进城的门票 他在这里如愿见到了死者谢利 正如强你所言 有人登录了他的账号 对方十分狡猾 他的IP信号在整个市区跳来跳去 根本锁定不了他的位置 就在此时 一只小蓝熊拿着排击跑 逼迫他露出真面目 可他怎么知道眼前的谢利是假冒的 蓝熊拍拍几枪 送谢利去了复活点 随后乘坐飞板扬成而去 麦叔打开火箭背包紧随其后 追着追着 小蓝熊突然卡在原地不动了 亚当也在此时定位到了他的立志 事不宜迟 警方当即赶到了小蓝熊所在的公寓 只见小蓝熊趴在电脑前 早已没有动静 翻过尸体 原来小蓝熊就是死者素未谋面的男友 强尼 强尼的脑门上有个大洞 击中他的子弹 与杀死谢利的子弹是相同的口径 相同的唐线 由此断定 凶手也是同一个 原来强尼得知谢利被杀之后 注册了一个小号 化名小蓝熊 用自己的方式为谢利报了仇 只是没有想到凶手这么小气 居然顺着往线杀了他 话说凶手为什么杀人之后 还要继续冒充死者呢 小黑调查到 凶手所用的子弹 还出现在了上周发生的一起凶案中 死者是新泽西州的著名法官 他在打猎的时候 被人击毙在了树林里 凶手是个职业杀手 他在树林里沾到了皮虫 在杀谢利的时候 又将皮虫转移到了谢利身上 可谢利和强尼 不过是两个射恐的游戏玩家 为什么职业杀手会盯上他们俩 蓝熊击败谢利的时候 他抱了一双鞋子出来 麦书通过鞋子上的logo 找到了游戏社区里的虚拟鞋店 可现实里 这家鞋店的老板是个修车党 死者是社区里的网红 也是他的老客户 据老板回忆 死者曾说什么今晚有个约会 所以特意来买了一双价值不菲的鞋子 就在此时 贾谢利再次来到店里 说让自己的鞋子丢了 想要再买双新党 但就让店老板先稳住贾谢利 麦书则抓紧时间来到店门口 贾装与谢利偶遇 贾谢利倒也随和 没聊几句 他就带着麦书来到了他游戏里的小家 随后他就露出了真面目 原来贾谢利早就知道眼前的麦书是个警察 谢利的小屋里挂满了照片 伴随着圣人的背景院 这些照片中的人物 一个接一个中枪惨死 原来这里是凶手的纪念馆 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他的枪下轨 凶手给麦书留下一张卡片 麦书捡起卡片的瞬间 眼前的谢利突然变成了他的模样 接下来 游戏人物开始不停的复制 原来那张卡片是病毒 凶手正在入侵警方的数据库 这连亚当这样的电脑高手都无从招架 情急之下 他只能强行断了电源 他们这是遇上狠角色了 能在短短几年时间 杀死这么多人的职业杀手 绝非泛泛之辈 可他为什么要杀死谢利 然后冒充谢利在游戏里继续生活 谢利在现实生活里平平无奇 可在游戏里却是个大网红 他的名声 可以接触到游戏里的任何一个大人物 丹尼调查到 凶手在过去的几天 一直用谢利的账号 和一个叫做大卫金的玩家聊天 通过追踪 这个大卫金居然是国会议员的秘书 秘书说 那个账户是他的议员开的 巧的是 议员现在就在纽约 自己的公寓里 秘书不敢怠慢 他提供了公寓地址 凶手是个受人雇佣的职业杀手 之所以虐杀谢利 是为了得到他的账号和密码 他想用谢利的身份来接近国会议员 因为议员是个色鬼 喜欢在虚拟的游戏里找外遇 然后在现实世界里发生关系 因为身份特殊 议员在外遇的时候十分谨慎 从来不带保镖 这也郑重了凶手的下怀 事不宜迟 麦书当时带人赶到了议员的住所 可他们还是晚来了一步 杀手已经比他们先一步上了电梯 麦书慌忙打电话通知议员 刚开口 就听见电话里传来一声枪响 五到一分钟的时间 议员就已经成了一具尸体 好嚣张的杀手 他居然在警方的眼皮子底下杀人 迎面突然走来一对情侣 麦书说这里很危险 照顾他们原路返回 与此同时 斯大拉发现了杀手脱下的外套和假发 慌忙将这个消息告知了麦书 麦书听把 当即叫出了这对情侣 原来男人是他随手拉来的人质 女人对着他开了一枪 随后溜着大吉 这个女人真的是杀疯了 麦书紧随其后 他追击凶手来到了七楼 女人正躲在垃圾管道里 静静地看着他 麦书仿佛感应到了凶手的眼神 他转过身来 用力拉开了盖子 黑漆漆的管道里空无一人 这个强悍的女杀手 早已溜着大吉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大家不要着急 故事还没有完结 这个美艳的女杀手 还将在第15集中再次登场 这集中的主角没有什么可聊的 几个配角倒是相当出彩 像是第31分30秒出场的虚拟鞋垫的店主 由1980年出生的男星 迪兰·布鲁斯饰演 比较知名的角色 是他在黑色固儿中饰演的保罗·迪尔登 很多人看的都是删剪版 为删剪版第一季第一集中 有迪兰的全裸背影 那个身材真的没得说啊 第36分出场的艺员秘书 由1975年出生的大卫·伯卡事业 204年8月 大卫·伯卡在意大利 与男友尼尔·帕特里克·哈里斯 举行了婚礼 并通过代孕生下了一儿一女 并且他还无条件 帮助前男友抚养了两个孩子 尽管那俩孩子 跟他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原来这个世上的好男人 都自我消化了 我是葛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